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焦點端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昌能 第十八屆北京國際汽車展 市駕四年在四月尾賴害罪幕 1500多間參展企業 278款新能源車 117款全球首次出現的車款 全面展示中國國內以及全球汽車產業發展的新趨勢 亦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 為何在國際上領先 以及中國製的汽車對世界的意義 今屆車展國際和中國買家的熱烈反應 就等於對美國財長耶倫提出的 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當場打臉 證實根本是一派互言 有不少到過北京國際車展參觀的人都看到 今屆車展上的外國人明顯增多 外國汽車製造商的態度 亦都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品質、保馬、奧迪等的外國品牌 都帶來了豪華參展振用和車型 跨國車企高層不單止推廣自家產品 更加的同行代表 亦都是來仔細研究中國新能源汽車的技術和設計 今屆北京車展為何會特別引人注意呢? 原因很簡單就是全球市場需求 全球對新能源汽車的需求量巨大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產能過剩問題 即使是隔年密尾的新能源汽車 供應仍未能夠達至市場的需求 面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品牌的競爭 外國品牌一方面在華 投放它最新的新能源產品 而另一方面 亦都積極和國內智能駕駛電池龍頭企業合作 實現雙贏 新一代中國汽車技術對海外汽車企業的反饋 無論是整台汽車生產企業 還是供應鏈龍頭 暫心的中國汽車產業帶來的應用成果 不單止養活了本土品牌 亦都位及世界汽車品牌 亦都成為了北京車展期間的一大兩點 在過去的傳統燃油車年代 中國汽車工業扮演的是後來追趕者的角色 但現在在新能源汽車的領域就徹底改變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的計算 未來要達成碳中和的目標 全球新能源汽車銷售量到了2030年 需要達到4500萬架 是2022年的4.5倍 中國車企在汽車從現油 邁向新能源轉型的歷史機遇中 取得了先機 上年中國汽車的出口首次超越日本 位居全球第一 今年第一季中國汽車出口132.4萬架 同比年增33.2% 繼續維持這股凌厲的勢頭 全球汽車產業格局在之前的多年 都沒有發生過重大變化 推動這股變化的根本動力是技術革命 本來是很正常的事 但就刺激了西方一班人過度敏感的神經 然而北京車展上面 既沒有美國期待出現的產能過剩 亦都沒有需求減弱 沒有車廂離開中國 更加沒有中國車企壓迫外國同行 可以見到的是 都是取長補短 互相觀摩和合作共贏 美國炒作中國新能源汽車產能過剩 根本目的就是借貿易保護的政策和輿論攻勢 將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勢頭壓下去 內地環球時報引述中國汽車工程學會 榮譽理事長傅級武指出 過去10年 中國汽車產業展現了很多跨界新思路 新模式和新造法 充分體現了汽車是跨界融合 新興技術創新應用的最佳載體 面對如今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 以及很多新技術的湧入 汽車企業應該主動迎接挑戰 擁抱改變 事實上無論美國怎樣抹黑 環保能源和綠色產業始終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 亦都是人類應對氣候變遷挑戰的關鍵選擇 轉嫁矛盾、抹黑打壓、脫勾團鏈 只會造成多數的局面 美國宣傳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論 既無益於本國產業轉型升級 亦都無助於緩解國際產能矛盾 反而會危及全球供應鏈穩定 破壞全球氣候的議程 甚至引發更大的政治動盪和經濟危機 耶倫早前就說中國以低價向海外傾銷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光復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綠色產品 有美國政客就將這個情況說成全球威脅 但任何人都提得出 那只是美國無能政客的犯正事化炒作伎倆 反而揭示了中國在世界綠色產業和優質產能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績 只能夠說美西方這樣的競爭態度已經是無若可救了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留言讚好訂閱以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和大家焦點亂打 拜拜